我在办公室坐了一下午 真的好无聊 就等着你下班出来跟我逛逛 我看了一下 家里没有蓄后水了 要不我帮你买一个吧 好 最近家里都没有一点烟火气 我去巴黎的那段时间 你是不是都住在奶奶那边 对了 晚上要不要我们窝在客厅 看部电影吧 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片吗 安娜 我今天就不过去了吧 为什么 我约了人 晚饭也没空吗 那晚饭之后呢 公室吗 对 公室 我约了欧洲那边开视频会议 会到挺晚的 我不介意呀 我是怕打扰你休息 而且我平时不都住家里吗 还没跟奶奶说你回来呢 那好吧 只好放你走了 睡觉我以前 每次放你鸽子的时候 你都原谅我 这次还我爸 等我身体好了 我们再去拜访奶奶 到时候啊 你可要帮我多说好话哦 那我去帮你买点蓄后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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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心 你这是干吗呀 你知道孕妇不能爬这么高吗 这些事情不需要你做 你说你万一出了事情 你让我怎么办 没事 你怀孕了 你怀孕了还来帮我打扫 真的不好意思 没事 我顺手的 我不知道你怀孕了 下次这种事 你天天跟我说一声 我会找保洁的 你怀孕还来帮我做饭 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要是在害你宝宝受伤 我就真的故意不去了 我 我 我去看看他 昕姨 还好你的反应快 不然真的就危险了 他真的好努力啊 华盛远海工作呢 安娜 晚上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能跟我一起吃 那你快去忙吧 我 没关系的 我一个人可以 而且 等营养师准备好晚餐 我叫他留下来陪我一起吃啊 你跟他一起吃啊 对啊 我总不能让孕妇错过饭点吧 好了好了 你快去忙吧 你快去忙 我一个人可以的啊 对 there 那你快去忙啊 LAUNCH Country 那你能帮忙那些 我那用酒咖啥 搬 booming 那你们是不是 Jersey одного 有 是 还真留下来吃饭 佳馨那是你手机吗 响了 嗯 嗯 我在楼下等你 别等我 先回去吧 吃完了 喝不饿呀 嘉欣 你炖的汤也太好喝了 你看我全都喝光了 满满的幸福感呀 其实也没什么 只是为了吃的人健康 我用的材料比较好 你真的很厉害 还了孕还出来工作 对了 你怀孕多久了 嗯 四个多月了 真羡慕 你看到我的海报了吧 嗯 真漂亮 漂亮啊 那都是给外人看的 其实我因为跳舞的关系 得长时间用脚尖站立 五斤下的脚 根本就不能见人 更别提长期控制饮食 我的生理期特别混乱 以后怀孕也很难 实现梦想 都需要牺牲很多的 所以啊 我明明知道我男朋友的 愿望是什么 但是这么多年 只要他不说 我就一直装傻 但是其实 我心里也很难受 为什么 你以为就我一个人装傻 我男朋友也在装傻呢 这么多年来 他给了我最大限度的自由 一直等着我 什么都有着我 他对你真好 所以啊 我怕我会让他失望 我怕 我会生不住孩子 不过 我不介意领养孩子的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 无私地对别人的孩子好 真的很难 我当然懂你的顾虑啊 我当然懂你的顾虑啊 我也是被领养的孩子 你呢 你这么可爱 你老公怎么舍得让你怀孕了 还出来工作啊 他对我很好 就是因为对我太好了 我很愧疚 所以才出来工作的 那你跟你老公是怎么认识的 我 我们 我们 一不小心 就有了 所以 其实 也没什么特别的 凤子成婚啊 你别那么不好意思嘛 你们俩不都结婚了吗 而且 你的厨艺这么好 你老公娶到你是她的福气 自信一点 那你们呢 你和你男朋友 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啊 我 石头剪刀 哦 布 布 我赢了 那我就先吃了 你慢慢急啊 那你继续啊 好 好 继续 我们去 黑白 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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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赢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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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即将开始你的节食地狱 这些 只能等你学院回来再享用了 什么意思 大伙都停一下 亲爱的石安娜小姐 恭喜你得到了本次演出 集三二一拳 三点时间已经发送到你的邮箱了 我真的选上了 真的太棒了 别害怕 我终于可以出门学演了 你觉得很漂亮 嘉欣 谢谢你留下来陪我吃晚饭 虽然只是缺了很短暂的记忆 但是我心里一直觉得很不踏实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有点害怕一个人呆着 这个给你 这是 这可不是普通的筹码 它会给你带来好运 好运 也许 你会向我迷信 但是这个筹码 真的陪我度过了很多困难 有它在 我会很安心 现在把它送给你 希望这份好运也可以分享给你 祝你 祝你 早日康复 那 谢谢你了 再见 再见 来 再见 嗯 在想什么呢 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我不放心 安娜那么好 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你的车呢 我交代价先开回去了 那 我们去走走 嗯 好医生也说 孕妇要多走走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 安娜交代安森 让我做饭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我 不是吗 这个安森 你之后不用去了 我给她请私厨就好了 没关系 做几顿饭又废不了什么事 我是不想你太累 况且还怀着小西米娜 我一直没机会 跟安娜说声对不起 我还没有想起 我这个想法很荒唐 但是我就是没办法 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你就让我做吧 这样我心里还会好受一点 就当是为了我自己 嘉欣 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这一切 不是你的错 你不能说 总之 做饭的事情 就别再安排别人了 那 你跟安娜都聊了什么呀 安娜给我讲了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有些话 我们都知道不能讲 下意识地避开了 好像这样 就永远都没事 永远相安无事 平常 就永远都不会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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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